现在时间七点整 说台湾的文化、文学、构织、宗教 也说台湾的物散和如油 希望大家一起来讨论台湾的未来 創作美类的新台湾 多谢大家的收听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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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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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这个凤梨干泡出来的有机凤梨汁是最好的 如果你需要请你打0983468356 找吴太太替你服务 0983468356找吴太太 好,我们来讲 从历史上伟大伟人所见的五四道精神 大川龙化 他说呢 一般来说五四道时代呢 开始于连仓幕府 就是元赖朝所创立的连仓幕府时代 只有700年的历史 说呢 建道和传道日本的禅学结合起来以后 才开始的 信杜妇道道是这样说 三本长朝的夜影文书也是这样说 但是我认为五四道的精神远远流长 甚至他有超越国界的那一面 作为一个概念来讲呢 五四道呢 他蕴含一些古老的运输 五四道基本上来讲呢 作为一个精神内涵呢 就是说 抛弃自己自身的利益 抛弃自身的一个私利和自己的得失 选择一个正义的道路 一个勇者的灵魂的人生态度 这个就是五四道真正的内涵 那么我第一个想要讲的两个人物呢 是美国的甘乃迪和林肯 我认为从他们的人生态度里面 我看到了五四道精神的内涵 他说 第一个我们就来讲林肯 他说林肯呢 大家都知道他最重要的事情是在发动了南北战争 发动南北战争的最根本的理由也是大家所知道的 当时美国的南方啊 还盛行着养黑奴的制度 而且南方赞成奴隶制度呢 是定在他们的宪法里 南方的法律里面 他们认为奴隶制度就是他们的财产制度 而他们的宪法里面认为呢 人们可以拥有私有的财产制度 不得受人家的干涉 私人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制度 所以南方拥有奴隶制度呢 和他宪法里面 人们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制度不受干涉呢 他是合乎法律的 所以照理说 依照法律的精神来讲 林肯是没有权利去干涉人类的财产制度 但是另外一种思想呢 和这个承认财产制度呢 相违背了 也就是林肯的良心告诉人家 把人当着财产 把人当着和牲畜一样 当着财产来对待啊 这是看神的精神是违背了 虽然他合乎法律 但是看他们美国人的立国的 基本精神里面的圣经的精神是违背了 所以到底应该把法律当着根本呢 还是应该把美国立国的最高的道德的圣经为精神标准呢 林肯非常的苦恼 然后最后他认为说 应该把圣经里面作为人的道理呢 当着一个神圣国家的根本才是对的 所以他的良知告诉他说 把人当着像牲畜一样当财产 这个是错误的应该修改 所以他最后认为正义是应该这样做才对 所以他发动了协调再协调 没办法得到南方的同意就发动了南北战争 因为林肯认为这是没有办法妥协的 应该民辩善恶的战争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精神 就是五十道精神 五十道精神里面最根本一个问题就是 你凭良知你根本就很清楚知道 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这个问题拿到我们今天台湾今天的问题 台湾的问题很清楚的问题 台湾和中国可以统一吗 你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 好像有人在讲 我们是民族主义的立场 应该统一啊 但是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 那是一个奴隶制度的国家 台湾是一个自由民族人权的国家 什么东西应该放在上面 什么东西应该放在下面 你难道一点民辩示威的能力都没有吗 那个国家打着民族主义的大旗 他在奴役新疆建立奴役的集中营 他对西藏人那种压迫 我们眼睁睁看着在香港对着学生那种 连枪对着学生就开枪了 那种横抱对香港的承诺 50年不变的制度 他照样给你 对十几岁的孩子 第二天会出现在浮尸在香港的海面上 那种对待年轻人像对待深处这样的东西 你只要有一点人性 你会觉得那是对的吗 民族主义可以上线到这样吗 你作为一个武士这样的精神来看的时候 你觉得统一是无限上纲可以到这样吗 还是选择作为人权的立场 作为人的基本立场 应该反对他 这个站在武士道的精神里面很清楚的 但是台湾为什么偏偏还有一群人 要把疯狂的纳粹式的民族主义放在上面 然后把人道主义把作为人的尊严放在底下呢 所以这个东西和林肯所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 好 甘乃迪在面对古巴危机的时候 苏联硬是要把核武器核飞弹布置在古巴 甘乃迪这个选择 因为那个时候 美国还没有现在这样子有爱国三型飞弹 可以拦截飞弹啊 苏联共产党在古巴布置可以携带核弹头的飞弹 甘乃迪如果不断然阻止他的话 一旦苏联在那里布置核子弹头 等于美国就是宣布被他 只要一发射核子弹 美国就会变成废墟嘛 甘乃迪当然就断然警告他 你如果苏联硬要在古巴 你不过不把那个飞弹撤掉的话 美国决定给你宣战 你如果你那个船赶不回头的话 我马上给你宣传 甘乃迪这种断然的精神 就是武士的断然精神 没有模糊地带 这两个林肯选择 人的精神是最高的价值 而把人当的牲畜 同等的虽然你是保护财产的法律权 但是人不能够和牲畜一样当的财产 这是更高的价值 所以他断然做这样的决定 这些都是武士道的精神 但是更了不起的后面才是真正武士道中的武士道精神的精益 到底是什么呢 为什么大川融化呢 认为甘乃迪和林肯是真正具有武士道的精神灵魂的人物呢 伟大人物呢 他伟大的还不只是前面的或前半部 而是他对死亡的选择的态度才是更了不起的 他们如何选择了死亡的态度 更具有武士道精神呢 他是怎么样判断的呢 来说我先忙等 交安及时报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交安及时报 我是杨洁 在今天单元当中很高兴邀请到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交通组许敬伟组长 组长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 针对于我们的汽机车驾驶朋友 在路口的时候 该怎么样的左右转弯才正确 请组长跟大家做一下提醒 那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 他是有规定到 就是右转弯的话 要距离交踏路口30公尺前 要显示方向灯或手势 那转入外车道或右转车道或慢车道 那行驶到路口以后再右转 那简单来说就是 如果我们不是行驶在外侧右车道的话 那必须要在路口前60公尺 要显示右转的方向灯 那变换车道到外车道 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行驶在外车道的话 那就必须在路口前30公尺提早打方向灯 让后面的车可以意识到说 我们要即将右转 那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反应 是是是 这部分就是要让我们的这个后方车辆 也有个警示说 你要转弯 左转或右转都一样 好 那像我们有一些车道的话 会分左右的转弯车道 是 就是左右转的专用道 这部分跟大家提醒一下 好 这边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左右转的专用道 它其实是在道路交通标志设置规则里面有提到 指向线 它是用来指示车辆行驶的方向 也就是我们通常在路面的地面上 有看到那个箭头的部分 对 对 箭头是左转或右转这样子 那它白色箭头如果化设在左转的话 那就是这个车道只能左转完 对 那这个部分的话也要再提醒就是 它这个标线会配合就是 静止变换车道的车道线来做一个搭配 是 那也就是双白线的部分 对 那如果说我们看到这个路 这个道路的话 只有一个单向的左转或右转 对 那又特别配合了双白线的一个标线 是 那这个道路就是专用道 左右转专用道 OK 左右转的专用道 所以这部分就去提醒一下大家 那刚刚左转其实你谈到就是 如果我们要左转或者右转 大概听众朋友 要怎么样去抓那个时间 什么时候该打方向灯 是 正常来讲 其实就是我们如果说要左转的话 那就是如果我们不是在最内侧车道 那必须就在60公尺 那怎么判断60公尺 那基本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有白虚线的部分 是 对通常有一白一黑 那这一组的话通常我们就是算10公尺 是 对大概抓有6组的部分 那打方向灯 然后左转的话 打方向灯 然后转进内车车道 是 那剩下30公尺 接近路口30公尺的时候 再打一次方向灯 然后就是在准备转弯 OK 是 好 那针对于我们的青少年朋友们 刚拿到驾照后都特别的兴奋 是 可是呢 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对于驾车的观念 真的要跟大家做一下提醒 请组长跟我们的青少年朋友说明一下 好 这边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其实一些青少年的驾驶有一些特性 有三个特性 第一个就是违规的行为 像是行驶进行车道 卫一规定的两段是左转 超速闯红灯跟逆向 那第二个就是冒险的行为 他们很有可能就是从极小的空间要穿越 是 那也有可能因为想要耍帅就不使用后照镜 对 那有可能就是不打方向灯 那也会 绿灯的时候就会提早起步 那紧急的加减速 是 那另外一个就是忽略车辆安全检查的一个行为 比如说 不会注意到车胎磨损的状况 那刹车皮磨损的状况 或者是灯光的使用的状况 是是是 这个都很危险 那尤其有时候我们的青少年朋友 对于车辆的检查 他可能观念上比较不足 对 就容易发生危险 对 很有可能 其实有很多车祸 其实都是因为那个车胎磨损的太严重 没错 所以才发生的 还有佩戴安全帽的部分啊 杨姐有时候看到 有些年轻朋友 他可能戴安全帽 他戴着 他并没有把它扣好 就是这样子 对于自己的保护力是不够的 对 这里要提醒大家 其实我们骑乘机车的话 一定要使用机车专用 有合格标章的安全帽 对 像我们之前会有看到一些像 使用工地帽 对 或者是骑乘机车 使用脚踏车的安全帽 对 这些都是不合格的 对 那我们也是建议大家说 其实机车的话要尽量佩戴全造式的安全帽 其实它的保护力才是足够的 没错 还有呢 我们也要注意到就是防御驾驶的观念 对 接近那个路口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走到了突发的状况 对 比如说旁边路边会有开车门的状况 或者是行人 小朋友 或者是小动物突然从路边冲到法路上的状况 是 对 这个都是要特别提醒 是 好 请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了 好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高雄市警局 男子分局交通组许经伟组长 谢谢组长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 你我多礼让 行车有保障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及公路总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 我是五金发哥 发哥开课啊 是讲这本书 现代的五十道 大川农化的作品 大川农化说呢 五十道精神不是只有日本才独具的 他说呢 在古今中外的外国的伟大人物里面 我们也看到他们五十道精神的呈现 他第一个讲到的 他认为美国的甘乃迪和林肯 事实上他在他们人生的态度里面 就具有伟大的高超的五十道精神 林肯解放黑奴的精神 甘乃迪在处理古巴危机的精神里面 林肯选择了人不能够 人的价值不能够和牲畜一样被视为财产 这种精神 他断然的废除 断然的否定 就算是美国当时的宪法规定 美国人要保护私人的财产权 他认为这个价值不能够凌驾 人和牲畜一样的价值里面 人要有更高的价值的这样子的一个精神 甘乃迪认为说呢 不能够因为武力要匪掉美国 而在犹豫不决 断然的处理这样的精神 这个具有五四的精神 但是这个都不是最精益的地方 精益的地方是他们怎么样选择的死亡 甘乃迪呢 他要去南方的时候 其实他的太太贾桂林的好朋友呢 叫做珍妮狄克森呢 他是一个很神奇 具有很神奇预言的力量的人 珍妮狄克森呢 他是个大预言家 而且呢 他已经梦见 连续梦见两三次 甘乃迪只要下去南方呢 就一定会被暗杀 而且在暗杀的现场的细节 他都看得很清楚 所以再三和贾桂林讲 然后呢 亲自去见了甘乃迪说 你不要向南方去 你到南方去 你一定会被暗杀 但是甘乃迪说 我已经答应了自己的国民 我是一个总统 难道我要向人家说 因为一个预言家 说我会被暗杀 我就毁约我就不下去吗 开玩笑 当一个总统可以这样开玩笑吗 他断然的拒绝 这样子的预言家的阻止 他就下去了 结果就真的遇上了暗杀 被暗杀在南方 另外一个是更清楚的 是林肯他自己 林肯他自己呢 被暗杀以前 连这三个晚上 亲自梦见他自己被暗杀 而且暗杀的景象是 非常的清楚 林肯自己 也和自己的太太 讲了再讲了 自己写下了 他梦见 有一群人在办伤礼 一群人围着一个床 在哭泣 然后他看到 躺在床上的死者 就是他自己 他太太和一群人 围着在那边哭泣 然后这个梦境 非常的清楚 他醒来以后 告诉他太太 然后他的太太听见 也告诉了警卫队长 那个警卫队长 再三的给他讲 我听到所有的讯息 我的密报进来 就是有人再三要谋杀你 所以你无论如何 那天晚上不要到戏院里面去 这几天不要外出 不要去那个戏院 林肯说开玩笑 总统要去看那场戏 已经答应了 这场戏 融落我的行程已经排上去 我怎么可以 因为我梦见我死的 我因为警卫队长的劝局 我就不去 我算什么总统 但是那个警卫队长 哀求他 甚至几乎要跪下来 哀求他 林肯做了什么决断呢 把那个警卫队长叫他 勒令他休假 然后林肯去 戏院里面看戏 然后进去那里面 真的就被暗杀了 大家一直讲 林肯明明知道 他自己还记下来 明明知道他会被去暗杀 他为什么还要去 进到那个戏院去 接受这个命运 然后被暗杀 其实更深刻的说法 林肯从最后的信件里面 最后的一些记事里面 林肯的死法 是有一个很更深沉的东西 他事实上 他很肯定 他是会被暗杀的 他是抱着觉悟去被暗杀的 因为整个南北战争 一共死亡了61万人 林肯在内心里面是非常内疚 虽然南北战争 他认为他的决定是没有错的 因为争取黑奴的解放是没有错 但是他心里面有一种内在的 很深刻的内疚 无论如何下定发动南北战争 是他决定的 而南方战死的人 北方战死的人 大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不管是哪一边都是 同样的都是和他都是基督徒 都是上帝的殖民 都是上帝的殖民 因为他一个命令 死亡了61万人 虽然他的决定是没有错的 但是死亡61万人 61万人的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家庭 都有他的爱人 他完成了这个使命 但是他应该用他的死亡 去对自己的决定做赎罪 所以林肯不是不知道他会被暗杀 他是带着被暗杀的内疚去赎罪 他说林肯的伟大是在这里 他无视于死亡 而是死亡为作为一个赎罪的道路 去赎死的 这个才是一个真正武士的表现 另外一个大川龙化所最推崇的一个真正武士精神 叫做南木西典 那么正是在日本 南木西典是日本武士道最代表性的人物 但是日本人推崇南木西典 推崇错了 很多人推崇南木西典是因为明治天皇死了 他就跟着明治天皇去训死他 他太太去跟着南木西典训死 他训死的时候 日本有个作家叫做五者十路小赌 他是一个人道主义的作家 大骂南木西典说你这个笨蛋 这是什么时代 你竟然做出武士的这种笨蛋的行动 你在那边做一个负面的示范 怎么天皇死了你也跟着去训职呢 你是一个名女的将军 你怎么去做一个负面示范去训死呢 这是什么时代 明治时代不是一个启蒙时代吗 大川龙话说 南木西典的自杀并不是为了明治天皇的死去训止的 不是的 日俄战争的时候 南木西典 他被受命为总指挥官 去攻击二零三高地 也就是俄国守军的二零三高地 二零三高地在旅顺港的上方 在甲午战争的时候 日本的军队三两下就把他打下来 但是在日俄战争的时候 俄国人在二零三高地 因为俄国军组了厚厚的堡垒 他也怕军队一波一波的攻击 但是南木西典犯了一个错误 什么错误呢 他不愿意叫他的炮兵去打那个堡垒 为什么 他的士兵去攻击的时候 他怕后面的炮兵去打那个堡垒 会把自己攻击的士兵打死 他为了仁慈 他不愿意他的炮兵攻击那个堡垒和冲锋的士兵一起攻击 这样这个炮兵当时的炮没有那么精准 会打死自己的士兵 所以他不准 所以他的士兵一波一波一波的攻击 变成俄国军队机关枪的靶心 一波一波失败 连他两个儿子都在攻击里面战死了 为两个儿子都战死 两个儿子战死了 前面的上面的人下来给他报告说 你的儿子战死了 停了压子又来回报 第二个儿子也战死了 当时在开战争会议 外国的战地记者也在那边 他听到了只回答一句话说 是嘛 只讲回答是嘛 然后大家听到了 有那些战地记者 还有战地的这些军官 听到都是伤心的事嘛 不好打扰他 只好退出那个战情室 让他伤心一下 乃木西典只有把伸手上来 把那个灯光把它调按 大家退出去 他为什么把灯光调按 两个儿子都战死了 人难免流眼泪了 他怕人家看到他流眼泪了 他把眼泪擦一擦 别人退出去的时候 趁机会把眼泪擦一擦 停了不到十分钟就把灯光再打亮 然后把人从外面叫进来 继续开会 那么后来明治天皇啊 听到了这个消息 底下军官都说 乃木西典根本不行啊 把这个指挥官换掉啊 赶快换掉 不然已经死了两三万人啊 明治天皇说呢 不能够换乃木西典 为什么说不能换乃木西典 这个人的荣誉性这么高 我如果换掉他 他一定切副自杀啊 所以这个时候就派了尔玉元太郎 后来来当台湾的总督了 第五任总督了 尔玉元太郎派他上去说 你当参谋长 当这个南部西典的参谋长 你代替他指挥 但是呢 你是他的参谋长哦 你还是听他的 尔玉元太郎来看了看以后 叫人家把旅顺炮台 那个大炮台呢 大炮呢 推过来 不管3721就轰啊 对这个俄国的堡垒轰轰轰 轰的时候就把那个堡垒轰碎了 但是当然也把自己的兵轰死的不少 但是用这样呢 硬把他轰下来 203高地轰下来 然后从203高地占领下来 日本兵死到很多 但是占领了203高地 又从203高地瞄准港里面的俄国军舰 一烧一烧把他击惨 终于赢得了这个胜利 南部西典去向明治天皇报告战胜的消息的时候 报告到一半了 气不成声 哭到不行跪下来 所以听到明治天皇死的时候他自杀 他自杀事实上不是因为明治天皇死的 他去殉职 跟着明治天殉职 他说事实上 南部西典队死了三四万个士兵 因为他愚蠢的决策 因为他愚蠢的决策 以这个富人之人而死了三四万个士兵的性命 他感到内疚 感到非常的罪恶 为了表示对这三四万个人因为他错误的决策 而负其责任 所以趁着明治天皇死的时候 而明治天皇欣赏他没有把他撤职掉 保存他军人的荣誉 现在明治天皇死了 他可以不让明治天皇丢脸的之下 他对自己负责任 对这个为他指挥错误死了三四万人而自杀 表示对这三四万人因为他指挥错误死掉的人负责任 对三四万人的家人死掉的军人的家庭的人和他的妻子负责任而死 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武士道精神 所以大家都错误的以为乃木西典是为了个人表示对明治天皇的效忠而自杀的 是错的 是乃木西典为了对他自己错误的指挥死掉了三四万个士兵负责任 对他们的家庭表示道歉而自杀的 这个才是伟大的武士啊 我请问你啊 台湾的官员有一个像这样子为自己错误的决策负责任吗 当然我不是说你要自杀要去缺负啊 你有好好的道歉 好好的后悔 表现过武士道精神吗 如果有这种武士道精神的官员 我们就应该觉得安慰不是吗 我们的政党人物不要说执政不执政啊 就算是反对党 你有尽过责任吗 我们的军队的退伍降临 使不要连跑到中共那边去听习近平的训话 让我们的国军在那边 中国军队来侵劳在欺负台湾的时候 你有讲过替我们的同胞 替你的学弟学妹在那边守护疆土的人 说一句道歉的话吗 你知道羞耻吗 你知道羞耻吗 你还在那边大话大言不惨 说黄埔军神 什么叫黄埔军神 所以这个大鹏退伍会主任 那个大鹏总长曾经讲的对啊 黄埔军校里面现在留在中国的 那个都是向中国共产党投降的降将啊 他有什么指导你去尊敬的 你还跑到中国去开黄埔军校的校友会 你像一个投降的降将降共 天哪里开同学会 你开什么同学会啊 你堂堂的军人 去像一个投降的军人去效忠 丢脸啊 你有一点点武士道精神吗 你有点荣誉感没有吗 有点点脸吗 发哥今天要讲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 台湾民进党你有比较好吗 你有一个在戒严时代当妖杯啊的 被人家抓到了你在告状自己的同志当妖杯啊 丢脸然后退出民进党 然后宣布呢再也不参选立委了 好大家原谅你 现在说你要再连任啊 民进党竟然也有人说要退让一个位置让他 你有没有脸啊 你还算人吗 你有脸吗 发哥在这样讲啊 没有很高兴是很心痛啊 你有一点点武士道的精神没有啊 发哥暂时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明天感谢时间再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天感谢观看